我把那個小二宇之歌逗在裡面 然後希望聽這個歌不要這麼嚴肅 就用灰潔一點的笑笑的態度 去看待你感情裡面有一點點的那個不完美 我就跟我這個朋友講 其實他黏你 然後你不喜歡他黏你 這個小小的摩擦其實是佔你感情裡面的5% 你不要因為今天他不爽 所以你就把這個摩擦擴大成50% 那就很可惜了 你要常常有空要去看看你以前的照片 你就會想起這個人的好 然後你就會把那個小小的摩擦變小變小變小 這個就是我寫這首歌的一個當初的一個想法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樂器 這是烏克莉莉 這是我比較近期學的樂器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為了買一個 那時候我可能也很少人有 然後還沒有什麼大人歌那個連續劇 我記得還沒有 我想很多人接觸這個樂器呢 都是從偶像劇開始 我那時候接觸是因為我看到那個 那個 Jack 就是浮上花女孩 那部電影的那個原生帶的作者 那他跟很多的像包包馬友友跟很多藝人合作 他算是已經從日本走出國際了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個樂器就覺得 哇好酷喔 這麼小一把又好可愛 我當初買它真的我講良心 我是因為他可愛的賣 然後太便宜了 一把才幾百塊 我就是把它當玩具買 所以就買了一把很便宜的想法 然後呢 之後我發現 原來他有大把的 有26寸的 我就千里尋覓 跑到了台中 我找到一個台灣唯一 我記得那時候還是唯一的代理商 就有一個人在買 我就跟他買了一把兩萬多塊的 我說我買了 我買了 我買了 我買那把 最貴的這樣 我本來想跟他買一萬塊 他看到我的眼神 他很聰明的 從櫃子裡面拿兩萬多塊的給我看 然後就成交 我就買了那把琴 可是我到現在沒有後悔過 因為那把琴幫我做了非常多的音樂作品 還有專輯 很多的電視的配樂 我都是用那把的聲音 因為他真的很 聲音很頂級 就對了 所以 就我的工作一點 這個樂器蠻貴的 我是覺得非常這樣子的 那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你如果想要接觸樂器 這種小的懂 就是很便宜 然後又 感覺很容易學 好像網路看一看YouTube 就會學 這個是我 算比較近期碰的樂器 好 我們來看下一段 接下來呢 我要講我的工作內容 這一張呢 我們看到照片裡面的是小衛哥 那個 衛德勝的衛 這個錄音室是小衛哥 然後把頭髮撩起來的是我 然後女孩子是景文 景修二重唱的景文 這是我去年做景文個人專輯的製作人的時候 配唱的時候拍的照片 那 這張照片我要講的是 我跟 我發現很多 我發現很多 我身邊的朋友都不知道我的工作內容 我用這幾張照片來跟大家 介紹我自己 包括跟我的好朋友們介紹我自己 對 這個是 代表的是我做製作人的工作 那 可能有些朋友不是玩音樂的 製作人是什麼 製作人簡單的講就是電影導演 那電影裡面也有編劇啊 有演員 有攝影師 有剪接師 有化妝師 對 所以我是製作人 就有作詞人 作曲人 編曲人 有歌手 有歌聲 有錄音師 這樣 所以 同樣的概念 我 我以前在當助理的時候 念書的時候 那 那時候學的東西就是做製作人 一直到最近這幾年 我自己的公司還有工作室 比較成型 我才比較大量去接外面的藝人的製作案 那這個是滾石的製作案 因為這個製作案的關係 我跟很多的新的朋友認識 結散員 那 像我做檢文這個案子 其實也沒有收什麼費用 就是 就是一個製作人的價錢 能講 有點像伴幫忙 這樣子 那 我總是覺得可以合作 就是機會 我們 我們比較年輕 我們要找機會 能夠做了就做 能結散員 所以 之後呢 你們看到 照片裡面兩位也都幫忙了我很多 我們再看下一張 OK 這個是 我當職訊局的老師 台中職訊局的老師 我們在台上的三位老師 都是台中職訊局的音樂才藝老師 職訊局會開班 然後呢 讓失業的人 盲人 還有原住民 來上課 然後 輔導他們去考 街頭藝人 他們可以有另外一個專長 可以生存 不是只有按摩 也不是只有在山上打獵 所以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班呢 台上呢 的 那個大哥是 市場協會的會長 理事長 這是我其中一天上課的時候拍的照片 然後台下呢 所有的人都是盲人 他們是看不見的 這個是我今年才開始有的工作 接到盲人的工作 有時候跟盲人相處 你會發現少了一個感官 很多的 很多的反應 很多我們的認知都不同了 很有趣 然後 我也常跟盲人朋友講說 你要自立自強 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感官 其實不代表你的價值就不見了 你還是很有價值的 然後呢 在現場 其實有一個爸爸 他的兒子 就是 爸爸在現場 兒子也在現場 就在這個座位裡面的其中兩位 是爸爸的兒子 他的兒子是自閉兒 然後呢 他也是盲人 可是他爸爸卻會撫養他 一直到現在已經十八歲了 我就看到爸爸跟他兒子的步道 那個真的是 二十四小時耶 上廁所 你要照顧一個小男生 從小時候一直到大 他天生就看不見 而且是全馬 而且他又自閉 所以 這個 我有時候看到這個畫面 覺得 好好 好好 好感動 另外一份大 很心酸 社會上的 萬百種人 總是有這樣子 我們沒辦法理解的 這樣過生活的人存在 我們再看下一張 講到爸爸 我就要來唱這首歌 這個歌的歌名叫做Gina 那這張照片呢 所要表達的是 我也做詞曲作者 寫歌 寫詞寫曲 那我今年 我要唱的這首歌 就是今年江慧的專輯裡面 我所幫他寫的一首 叫做Gina的這首台語歌 就跟剛剛我們講的 爸爸跟兒子的故事一樣 我們來回味一下 爸爸媽媽看我們的感覺 不管你幾歲 你在爸爸媽媽的心裡 永遠都是個孩子 我們來唱這首台語歌